如何织出菠萝花 今天几分钟要教你一款非常好看的针织花样 不过有点难度 大家看仔细哦 你将需要毛线 两根毛线针 第一步 起针 菠萝花以四针为一个花样 再加上首尾两针 因此针数应该为4n加2针 视频中演示的1212针 第二步 第一行织一行上针 上针相关织法请参考几分钟网站视频 如何织上针 第三步 第二行第一针平挑下来不织 小切式 从第二行开始第一针都不织 第四步 把线绕到里面 三针并为一针织上针 第五步 把线绕到外面 织一针下针 此时不要让毛圈脱离 将线绕到里面 把针头绕进原来的毛圈里 再织一次下针 将一针变为三针 第六步 重复又三针变为一针 再由一针变为三针的步骤 直至最后一针 第七步 最后一针织上针 第八步 第三行第一针不织 再织一行上针 第九步 第四行第一针平挑下来 不织 先将一针变为三针 再将三针变为一针 如此往复 直至最后一针上针 小贴士 第二行与第四行交错卡来致 第十步 波罗花以四行为一个轮回 第五行开始重复步骤二至九 不久 你就可以看到漂亮的波罗花了 你知道吗 据统计 全世界的波罗花约有六十多数 一千五百多品种 地下轮 银组 期待 第五行路 那一针 一针 三针 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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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针 针